2019卡米蒂脫口秀爭霸賽 A組的比賽 讓我們歡迎節目主持人大可愛 大家好 我是今晚比賽主持人大可愛 大家好 我是來自卡米蒂的大可愛 我是一名脫口秀演員 在這邊表演脫口秀有一段時日了 今天是2019脫口秀爭霸戰的主持人 歡迎大家來到2019卡米蒂脫口秀爭霸賽的現場 今天非常開心的看到大家都聚集在這裡 早知道如果有這麼多人 我們就一直辦比賽 就一直辦 今天聚集了非常多的好手 在現場準備要來一較高下之外 今天非常厲害 除了是13號星期五之外 今天這一組 甚至可以稱之為死亡之組 因為這一組好手非常多 想要在當中脫穎而出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但今天大家已經可以看到 相當精采的表演跟比賽內容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是要讓我們接下來的參賽者 安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是現場要抽出 今天比賽的順序的 我們先抽出來講規則 讓他們有一點心理準備 好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規則 今天晚上的規則呢 分成兩種評分方式 一種是兩位評審 加起來一共40%的評分 然後呢 主要是他們從三個方向來做評分 第一個呢 就是文本內容 第二個是現場表演 再來就是他們的風格 還有特色 三個呢 各會1到10分 他們會填他們幾分 然後三個最後再平均下來 是採平均劑的這樣子 好 然後觀眾呢 觀眾也會 等一下會用手機投票 那至於等一下怎麼投票呢 我們會在第一位表演者之後 你有什麼意見嗎 第一位表演者之後呢 我們會帶著大家用QR Code 來實際的進行投票這件事情 好 那今天觀眾要怎麼投呢 所以你們想怎麼投就怎麼投 你們可以跟遠東集團的 那個航空的董事長一樣 心情不好 隨便投 那心情好的都投高一點 他們如果讓你們心情好的話 就可以投高一點 那既然評審這麼的重要 那我們稍微來介紹一下評審 我們的第一位呢 是台灣最強80後上升演員 黃毅豪 完全不想講話 好 好 看有沒有想要講啊 就是 好 簡潔有力 好 簡潔有力 謝謝 謝謝 來 各位零八咖好笑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黃毅豪 第一個點喔 通常當然是外型 就是包括他的戰姿 他的服裝 他在上台的時候帶的那個狀態 那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有時候在講一些段子的時候 我們是有人設的 所以你在台一上場的時候 你就要給觀眾感覺到 你的人設是什麼 所以那個上台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 那還有我們台灣的脫口秀的起點 脫口秀的小照顧 張碩修 索秀 希望大家保持公正 我盡量保持公正 然後盡量不要作弊 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作弊 你不要講這個啦 這是我看過最奇怪的評審 你上來鼓勵大家作弊 你看 搞什麼鬼 哈囉 我是卡米蒂 喜劇俱樂部的總監 我叫蘇修 張蘇修 大家好 參選者上台 第一個就是 還是最重要的 就還是他那個亮相 跟觀眾講的第一句話 就是他是不是穩定的 有沒有第一句話 就跟觀眾建立好的connection 其實是最重要的 只要第一個反應 其實就決定了百分之二三十區 如果他很穩定的話 那觀眾馬上就會安心 就可以開始進入 聽他講話的節奏裡面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再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所有的表演者 今天所有的參賽者 他們在台上一律都只有五分鐘 每一個人都只有五分鐘 我們在四分半的時候 會響起一個聲音 大概是這樣 好 提醒你還有三十秒 請儘快將你的段子收尾 那接下來呢 還有五分鐘的時候 會響起另外一個聲音 好 就是提醒你 時間到了 可是呢 就是台上的表演者 在繼續講的話 我們會一直播聲音 一直播聲音 播到你完全沒有辦法講下去 所以呢 也請你不要超時 時間到了就趕快下來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今天第一位的參賽者了 接下來這位參賽者呢 他在台灣唯一只有兩次的脫口秀比賽中 都拿第二名 他說他自己會遲到 但他從不缺席 號稱是脫口秀界的宋楚瑜 那我們看看今天老K會不會翻牌變成S 那我們掌聲歡迎老K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老K 因為他們那時候跟我說 會有很多厲害的人參加 然後我報名以後才發現說 欸 怎麼我資格變最老的 我想說應該會參加那些老人 一個都沒有來 沒有 我覺得沒有希望 我現在話我完全不敢說會很滿 我都比他們早講那麼久 我都拿舊段子那不公平 所以我寫了一個全新的東西 根本沒有試過 我不知道結果會怎麼樣 我今天只是打算就是 以選最好看的表演者 那最好笑沒有 大家好 我全來唯一視覺系投票演員 我是老K 大家好 Yeah 開場先跟最近很紅的一個 Community人致敬 他有看錯這個嗎 最近一隻香蕉啊 一個藝術品 他取叫Community人 就是把一隻香蕉貼在這個博物館上 好 其實我覺得這個 很莫名其妙的一個表演 就是 我其實已經受夠了 大家怎麼可以 就現在沒事什麼亂做一些東西 然後說這個叫做藝術 這到底哪裡藝術了 那更扯的是什麼 這個藝術家貼了這個香蕉以後 過兩天有另外一個藝術家 跑去這個博物館 然後就把香蕉拆下來吃 吃掉了 欸 不行吧 怎麼可以在博物館吃東西 而且 那香蕉已經擺兩天了 吃了不會壞掉嗎 那個藝術家小時候媽媽 是不是沒有跟他講過 藝術不能當飯吃啊 分享一下台灣的新聞好了 關注一下時事 大家知道台灣最近發生什麼 最大的時事嗎 有沒有想法 這兩天最大的新聞 沒有人的關注 蛤 雙份時貿 不是不是 沒有這麼無聊 大家都沒有關注這些新聞 不不不不不不 當然是 歷經宣布說他要退出麻辣天后傳的主持啊 你們沒有注意這件事嗎 而且歷經說為什麼他不主持了 因為他說他主持以後 聲音一直沙癢 沒有時間準備他的新唱片 我真的覺得 你太容易放棄了吧 男孩子不能堅強一點嗎 而且就是他這麼誤會了 他的聲音會這麼沙啞低沉 跟主持沒有關係吧 好 大家不喜歡這件事沒有問題 我跟你講今天有一個最強的表演者 我預測學人 他等一下會講很多動物有關的段子 所以我今天他媽先把動物段子講掉 大家有去過那種什麼寵物咖啡廳嗎 那種貓啊狗啊之類 可以去那邊玩有沒有 有吧 那這種其實在台灣越來越多 然後像日本很厲害 他們做了各種不同的 比如說他們現在有那種什麼 貓頭鷹咖啡館 那你去就好 而且這種店都消費超高 你就是花一兩百塊 只能點一杯咖啡而已 然後這只是低銷喔 你如果進去裡面 你如果是想要 欸 你要摸那個貓頭鷹跟他玩 還是你要餵他吃東西 要再加錢 超不合理的吧 那萬一好 我今天 我就擺明我沒有要跟他互動 我今天就是點一杯咖啡 我就坐在那邊看鳥 欸欸 真的很多貓頭鷹欸 欸 很可愛欸 貓頭鷹飛光 欸幹嘛幹嘛 欸欸欸 老闆我沒碰到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碰到他不用付錢吧 欸你幹嘛吃我蛋糕 上次我 老闆就這樣說 欸你餵他要付錢 莫名其妙嘛 而且然後這種可能就還延伸就是 反正日本人就是一堆 鯉鯉鯉鯉鯉鯉 他們就貓頭鷹啊 這種鴿子什麼仰王 他們接下來出一些奇怪的 什麼變色龍咖啡廳 還是毒蛇咖啡廳 那你一去就很緊張 你看到蛇在你周圍在那邊 蔓延在那邊爬 就很害怕 有沒有說 欸欸 老闆老闆他咬我 他咬我 欸餵食要再付錢 我們要餵他 或者是 可是其實爬蟲類這種 還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是什麼 是那種昆蟲類的 比如說你一進去 啊 就是各種蝴蝶蜜蜂 超可怕 每個 完全變態欸 OK這個還好 我自己也覺得這段應該要殺掉 對對對 那或者是 還有一種還有一種是怎麼樣 你一進去這個咖啡廳關鍵 空無藝人 奇怪 他不是寵物咖啡廳 他寵物欸 店員欸 沒人 奇怪 蚊子管 那我後來其實開始在思考啊 到底這個 欸 這種寵物咖啡廳到底起源是什麼 到底誰想到做這種東西的 我就想說會不會其實 當初 第一個做這個寵物咖啡廳 他只是說 啊 怎麼辦 那我要出來這邊 我要在咖啡廳做生意 他家裡養這個狗 沒有人照顧啊 先帶來這個咖啡廳好了 欸 老闆老闆這個狗好可愛 我可以摸他嗎 可以啦可以啦 欸 好可愛 我好像把他帶他來這邊可以養 然後就寵物咖啡廳就出來了 所以其實大家就想想就是把一些 你可以沒辦法放在家裡的東西拿出來 比如說 啊怎麼辦要照顧嬰兒啊 可是要咖啡廳 嬰兒餐廳就是這樣出來的好不好 啪 嬰兒餐廳出來了 不是以後大家就把所有不能夠放在家裡的東西 你們全部拿出來 啪 小山咖啡廳出來了 啪 按摩棒咖啡廳出來了 啪 擋廠咖啡廳出來了 啪 哎呀 我夾到手了 那我怎麼表演到這裡了 不好意思 大家謝謝大家 我是老K 那我們再給老K掌聲 幫老K投票有幾分 一到十分你會給他幾分 在等待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請我們的評審 稍微對老K講評一下 老K好像真的很久沒有演出了 他以前都是很接近觀眾 他以前都站在舞台前緣 他這時候我在後面 不知道怎麼了 老K已經在怕觀眾了 希望觀眾不要怕老K 好就這樣 我這邊 老K我個人對他比較多的情緒 是 因為他參加過兩次的脫口秀比賽 兩次都得第二名 第二次那次我是第三名 喔 危險 危險 他今天 他今天以上來說自己是視覺系的表演者 我叫他帶個乳頭環上來 他都不要 非常非常看不起觀眾 我覺得 這個觀眾不用給他太多分數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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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覺得他今天如果可以把 動物那一趴拿掉的話會更好 哇 直接給這種評論 看來評審的詩心滿明顯的 明顯 今天稍微的 這一段比較不公正一點 我覺得有點衝太快啊 就是好像講得比想像中快 所以有點緊張 我們八點表演嘛 第一棒嘛 我今天四點才開始寫 我覺得我能夠把 有寫的東西都講出來 我已經很盡力了 我覺得學人跟久安 他們兩個真的是 我自己覺得 2019年最強的兩個新人 如果他們拿他們之前的段子的話 我應該要有機會 那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 新的秘密武器出來 接下來要歡迎第二位表演者了 第二位表演者呢 接下來這位 其實我覺得他能量非常高亢 一直保持一種陽光燦爛的感覺 他就是一個天然呆的小女生 今天歡迎他到台上來轟炸大家 讓我們掌聲歡迎怡辰 嗨 大家好 我是阿公陳某怡辰 其實我原本真的沒有要抱的 然後我是為了 就是決賽可以看到呱吉 因為我真的很愛呱吉 所以我買了決賽的票了 我是喜歡學人 然後 還有誰啊 我跟你講 Manco還好吧 今天很不緊張耶 就是當OpenMind 嗨 大家好 我是一潘 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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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媽媽 去參加過他們的姐妹聚會的經驗 有嗎 沒有 唉唷 走 What now 好 朋友 好啦 我有 好 我有 你知道那個是一個讚美Battle 你知道嗎 就是對面的阿姨 他們就會很用力的稱讚我 我受手若驚 唉唷 唉唷 國太太 唉唷 妳女兒越越漂亮了 變成美人配著了呢 我媽就會不甘事 唉唷 唉唷 妹妹 我跟你講 陳太太的兒子啊 剛考上台大醫學博士 快叫博士媽媽 我博士媽媽好 我是超不願意 你知道嗎 我是想說他們 為什麼不要直接開個直播 你知道嗎 我就快受不了 他們很像安利的直銷 然後我是他們的維他命 你知道嗎 開直播會怎樣呢 大哥進來了嗎 好 這是我女兒 她是遺傳自我的 她很漂亮的包 你看她 這個雙眼皮 韓國做的 你看這個奶 果凍細膠的 花了好幾十萬啊 快刷果凍 刷果凍送你果凍 快點 我是這麼想的 然後 我就覺得我越來越叛逆了 我以前不是這樣的 你知道嗎 我以前 就是 立你來順受 我現在越來越不能接受 有人叫我去做 我原本就要做的事情 那會讓我瞬間 超想做那件事情的 你知道嗎 就好比說 我可能前幾天 跟家人吃完飯 我吃完飯想說 幫她洗個碗好了 我走到廚房 我爸就喊 妹 今天晚上給你洗喔 我真的就不想洗了 你知道嗎 我原本就要洗 好嗎 現在好像是你叫我洗 我才會洗呀 你知道 這感覺超爽 或是 比如說前面就會先生 你最近覺得自己好像很胖 你沒有很胖 我說假設 分數還是要給 趕快點 然後我想說 你就想說要去運動 你在家門口綁鞋帶的時候 你媽就說 弟 你是不是在運動啊 你很胖 我真的就不想運動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大家 我強烈也建議在場有家長嗎 很好 一個 我講給你聽 我最強烈建議大家用這一招 去對待你們那些叛逆期啊 的八加九小孩 你知道 就好比說 你今天聽到你兒子 在跟他的朋友 在房間裡講電話 喂 五分鐘後晚餐見了 好 我怕你喔 現在媽沒來啦 吃婚啦 你媽 你媽 欸 兒子 唉唷 媽媽好怕你在學校 我們有交到朋友喔 下口開了一間網咖 媽媽帶你去好不好 媽 我本來都要去打電動 現在好像是你叫我打才知道打一樣咧 我不打了 我要念書 我拍你媽媽 想知道嗎 我要念書哈 怎樣怎樣 喔 你兒子笑牌前務欸 八分圖場 同樣的道理可以運用在各個道理上 什麼 什麼 可以運用在各個狀況上 就好比說你們家今天吃完晚餐 然後你就跟你兒子說 兒子 吃晚餐囉 記得什麼 記得醜耶 唉唷 都忘記了啦 然後如果今天簽完聯絡簿 兒子阿 你今天去學校還會記得打同學吧 然後半夜你又知道就要出門對不對 兒子 唉唷 你是媽媽心中最寶貝的八加九咧 出門記得飆車你知道嗎 不要給他爽嘛 就這樣 但但我 然後這一段我 我之前有售票過 然後我 我 欸不能搶這樣 是不是 然後我爸媽他們整個在搶 你知道嗎 我說爸媽還好啦 完全不理我 你知道嗎 尷尬死的你知道 然後我爸媽他們還是很以我為傲的 就因為我是高雄人 然後我是一個北標青年 好真的沒有笑點齁 真的是事實齁 然後 然後我那時候呢 就是我爸媽他們很常 我媽尤其是我媽 他都會跟街坊鄰居炫耀我在台北市集 他說 欸 欸 陳太太 我女兒啊 她是一個脫口秀演員喔 她在台北的一個卡 那個 卡納赫拉的一個喜劇基地 講脫口秀 你知道 她一個月靠脫口秀可以賺一千塊耶 一千塊 台幣啦 然後我爸也是很常 因為我有個YouTube頻道 叫移動城堡 那我真的有個影片呢 還有十三萬的點閱 還蠻高的對不對 大家記得訂閱 那這十三萬的點閱呢 我那時候我爸就一直狂幫我分享 我想說十三萬 哇好高喔 我會不會 我會再期待有天大家會認出我來 你知道嗎 我想說 應該每平均一百七十七個人 就有一個人應該要認出我喔 你知道這個 哇 哇 還沒講完耶 是不是不能講完啊 大禮拜三 讓我們給金荒吃醋的怡辰獎分 我剛剛好像看到一隻 在森林裡迷路的小白兔找我這樣 好 謝謝 當中呢 我們請我們的評審幫我們做一下獎品 怡辰的 怡辰的這個段子我覺得 你感覺上來的時候就是 一掃剛才老K的陰霾 還真的耶 沒有沒有沒有 就怡辰他的特色就是 比較熱情高亢 他其實蠻適合當開頭的 就是我覺得他這個棒次抽的還不錯 他放在前面的話 其實對於後面的選手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後面的選手 後面的選手如果分數高的話 記得要跟怡辰說聲謝謝 然後怡辰他主要的問題是 出在他的段子 他給的那個情境都其實蠻好笑的 他Stella都不錯 但是都少了那個close的東西 就最後面那個 真正讓你一次 砰引爆出來的那個 那個點 就比較少 這一點比較可惜 你下次一寫段子 可以再往這個地方 再稍微邁進一點 但我覺得他今天的表現 已經超出我對他的認知了 還蠻好的 因為我已經買決賽票了 我會不會進決賽啊 真的沒有假象低 因為我今天真的超放鬆 他們剛剛全部都在 搶我的衣服都很舊 什麼荷葉編 這不是荷葉編好不好 就我覺得大家參加比賽那個得失心 如果太重的話 反而會破壞那個 我們對喜劇的熱愛 這樣子就太不值得 而且剛剛在台上 有看到幾個熟悉的老觀眾面孔 讓我覺得很放鬆 接下來的這一位呢 我每次看他表演的時候 我都很想問他說 憑什麼你這麼有自信 憑什麼你好像 不知道講什麼 但這麼好笑 憑什麼你叫世新小坤林 那我們掌聲歡迎佳玉 大家好 觀眾大家好 我是佳玉 試試看吧 因為我去年也有參加一個 類似TOKO秀比賽 然後今年就是再參加一次 反正上次也沒對戰 今年也不會得獎 好沒自信 最欣賞的是怡辰 因為她是我的好閨蜜 她超可愛的 安全牌 你看這個 這看得到嗎 這是馬特吐司的小徽章 因為來詮一點她的福氣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隨便搭 看怎麼樣可以瘦一點 就這樣很簡單 我的穿衣風格 就是要瘦一點 我們世新小坤林 欸幹 我上次講我是世新小坤林的時候 有人跟我嗆我說 什麼世新神域林 我幹你老師欸 那我聽過最狠毒的 是我聽過有人在台下給我喊 謝忻福馬鈴 你知道福馬鈴是什麼嗎 她防腐劑 她那裡泡屍體的 然後這個我有放在網路上 就有一個酸民就說 幹你這個小坤林是泡過福馬鈴了吧 這太過分了吧 幹 欸如果你們真的叫不 對我叫不了小坤林的話 麻煩叫我的本名 家喻好不好 我跟大家鄭重的解釋一下 我叫吳家喻 吳是口天爐的我 家是人土土的那個家 喻是那個小偷偷 旁邊那個人字邊 改成言字邊 你們知道那個字嗎 知道那個字嗎 I got you yeah 欸那個字超級多人 以為他唸二聲魚 所以超級多人都說 欸家喻家喻家喻 那其實我都習慣了 直到有一天 有人竟然叫我 欸家偷 是誰啊 我一個美人問號你知道嗎 家偷是要偷什麼啊 偷走你的心啊 我不是中國奇怪了 我不會偷走你的心啊 煩死了天啊 但我不知道 我很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平常有人 有在經營臉書的粉專嗎 應該蠻多人都有這個經驗的 因為我覺得臉書有個很奇怪的設定 就是假如說你的粉專 太久沒有發文的話 他會跳通知出來提醒你 他會跟你說 說你粉專真的兩百零位用戶 很久沒有看到你的新天文喔 快寫新天文吧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承諾 我只有兩百零位粉絲這件事情 欸兩百零位粉絲怎麼了啊 有兩百零一個人愛我 雖然有一百個人都是我的粉絲 但是都是我的朋友啊 是講錯啊 好煩啊怎麼會講錯啦 我靠用 我就很不爽 我說很不爽的是 兩百零位粉絲的事情 然後我就把它截圖放在我的粉專上面 然後就有個粉絲在我身邊留言說 佳玉 我剛才已經幫你偷到兩百囉 Thank you very much 謝謝 欸幹我粉絲就已經夠少了 我一直在想說 我要怎麼讓我的粉絲多一點 就是讓我粉專觸及率高一點 我想說我是不是要改個藝名 我覺得改成叫家偷還不錯 你知道嗎 因為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就是因為 如果你要搜尋佳玉的話 我那個玉 你要翻個五頁 你才找得到 那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好麻煩喔 反正我也沒那麼喜歡佳玉 應該也沒關係吧 我跟你講有關係 我要湊回二百零一個 現在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都有機會 成為我的第兩百零一位粉絲 請大家踴躍支持 謝謝大家 好奇怪 煩死人了 所以 但是如果你看喔 如果我今天叫家偷的話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因為不會有人的名字 裡面有沒有偷了 如果你現在打開手機 你Google吳嘉玉 第一個出現的是 美女公務員吳嘉玉 什麼這種迅尼打拳擊 練出見美好身材 但你看我這個body 你就知道他一定不是我 他是誰啊 所以我真的很想要改成那個 家偷這個名字 因為 該怎麼說呢 該怎麼說呢 啊小潮不見了 煩死人了 但我跟你講雖然說 我的臉書經營很慘淡 但沒關係 我還有經營我的YouTube頻道 我的YouTube頻道 就比我的臉書好很多 你如果在YouTube上搜尋 吳嘉玉 第一個出現的 還是正美公務員 我很抱歉 大家看正美誰要看我 而且 不過沒關係 我跟你講我是很樂觀的一個人 我的YouTube最高 我的YouTube影片最高點閱 有520次 我非常的驕傲你知道嗎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走在台灣的街頭 每44230個人 就一個人 看過我的影片 這什麼概念 離這邊 附近的 南京復興捷運站 我不知道你們查過了 他平均一天 進出站人數 三萬九千人 我 只要在那個捷運站出口 一動也不動 過個一天半 過個十五天 就有一個人 看過我的影片 那如果是那個人超少的 中藝捷運站 你知道哪裡嗎 在紅線上 中藝捷運站 平均一天 進出站人數 兩千八百人 我 只要在那個捷運站 出口一動也不動 過個十五天 這音效下得太好了 過個十五天 就會有一個人 看過我的影片 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這代表我 在那個捷運站出口 過個半個月 不會有一個人理我 我比那個賣愛心手工餅乾的還慘 人家還有錢賺我 我在那邊冷風吹 你有乾地 我要絕食是不是 我媽的冷 謝謝大家我沒了 帶給佳玉掌聲 對吧 有沒有想到憑什麼這三個字 憑什麼這麼有自信啊 天啊 好 那我們評分之外呢 我們也請我們的評審 看有沒有想到這樣講的 我以為 這個是脫口秀比賽 怎麼變成很長的自我介紹 我其實不太確定我剛剛聽了什麼東西 佳玉今天有點緊張齁 還好 我本來想給他一個台階下 他自己不下就算了 他台階這樣 看到台階透踢走 對吧 連找小抽都找不到 不要不要 所以我覺得 那如果剛才沒有緊張的成分在上面的話 那大家打分數的時候就不用客氣了 沒有沒有沒有 緊不緊張 超級緊張我的天啊 但是也來不及了齁 到了啦 Sucks你知道嗎 佳玉Sucks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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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其實本來就沒有想說要往前走 天啊我這樣講好沒 當然是不會啊 我忘辭了 怎麼會進到決賽 這個本啊太久沒講 然後我又 事前彩排沒有彩排好 結果我一直想說 應該不會吵死吧 應該不會吵死 然後我就一直這樣想 然後一直沒有去練 所以就是忘辭了 而且我今天真的太緊張 下一位參賽者呢 他其實對我而言 他有一種 傻大姐的個性喔 他現在是脫口秀跟曼財的雙膝動物 讓我們掌聲歡迎李小小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小小 就是 來交個朋友 今天應該就是我最後一次講脫口秀 謝謝大家 我真的很久沒講脫口秀 只是想說 因為我現在都是在做曼財 然後想說就是 有一個比賽 然後再回來碰一下脫口秀 今天嗎 小田 小田加油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小小 大家很熱情耶 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李小小 因為通常大家都不會理我 所以我就說理我 理我 李小小 李小小 是的 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呢 白天是一個上班族 那晚上的時候正如各位所見的 下班了 真的 我就是一個喜歡說無聊笑話的人 我覺得大家也很喜歡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enjoy這五分鐘 真的 真的enjoy 我跟你說今天是我最後一次講脫口秀 如果我進決賽 那就謝謝大家了 真的 那就是很感謝大家 對 那我想問一下在座有沒有人跟我一樣是上班族的麻煩舉個手好嗎 我 很多耶很多 好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上班族是小確信的集合體 補班不用補 小確信 集點換療癒小物 小確信 出國去塑物 小確信 隔壁同事是廢物 大不幸 大不幸 大家有遇過廢物同事嗎 應該有吧 廢物同事超多的耶 應該比民調數字都還要高很多 超多的 到處都是廢物同事 那我覺得怎麼樣來形容廢物同事 應該就是說 再多的買一送一的好康 都比不上被他沖康 大家有被沖康過嗎 我今天就差一點被沖康 真的 沒關係 先跟大家聊聊廢物同事這件事 先跟大家聊聊廢物同事 你們知道嗎 就是在開會的時候 如果老闆在 哇同事很積極 老闆一走 同事很急歪 今天我們就在開會 然後呢 老闆就說 我們應該要來提一下 就是年底到了 要送給我們的客戶什麼樣的禮物 然後同事就說 好好好 我會想 我會想 然後老闆一走 他就說來你想 Excuse me 請問你是我的老闆 還是我的長官什麼的 你叫我想我就想嗎 我想了 我真的想了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我想了一個很棒的提案 就是呢 年底要送給客戶的東西 我覺得他必須要兼具美觀 以及實用還有祝福 所以我就想到一個很棒的東西 叫做御守 大家知道嗎 就是日本的神社都會販售那種御守 就是會祝你事業順利啊 或是愛情順利啊 所以呢 所以呢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送給我的客戶最美的御守 我的鮮鮮御守 大家感覺 不是很喜歡 OK我會再想新的提案 那既然我身為一個OL 我覺得今天 我一定要不嘗試的 用這五分鐘 跟大家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OL一定要就是隨時保持著美麗 你上班的時候呢 我就會把頭髮砸起來 就是整個人會看起來很有衝勁 然後呢 整個人很體面 但是我覺得很多女生 我問了一下 大家其實都喜歡把頭髮放下來 因為他們會覺得 頭髮綁起來臉會很大 大家不用擔心 你們今天遇到我了 我教你們怎麼綁頭髮 一樣可以變成小臉美女好嗎 大家知道 你的馬尾通常會這樣抓 可是你就會覺得 你的臉看起來很大 你的馬尾 要這樣綁啊 什麼樣都無視角 你不論做什麼 臉看起來都一樣小啊 謝謝大家 我是李小小 剛剛只有我一個人在他講說 送仙仙御守的時候 想到比較色的答案嗎 有 有 謝謝 找到同類了 超同類的 好 在評分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稍微來聽一下 評審有沒有對小小的建議或想法 小小在長慢才的時候 會比較放鬆比較多acting 他剛才整個太崩了 就是比較麻煩一點 好 然後另外我一定要講一個就是 通常那個 宜晨都會笑很大聲 為什麼宜晨比完賽都不見呢 我覺得好像少一個音效耶 就這樣 自帶音效的表演者這樣 我往前我就笑啊 哇 你這樣是在挑釁觀眾 還是挑釁表演者 宜晨是不想幫其他的那個 不想加分 就是這個盧小小的 那個李小小的 不要叫錯名字啊 我覺得他的段子其實很奇妙 他很喜歡用諧音 然後很喜歡用排比式的笑話 還有押韻式的笑話 就是 這種 這種東西通常是 我們在做下聲的人 下聲 對 比較喜歡用 就感覺想要稍微聞走走一點 然後有點 有點文化氣質這樣 想不到在拖手秀上面會用到 結果感覺還真滿老氣的 沒有 我說相聲啦 相聲啦 其實我覺得 多一點這種嘗試不錯 然後我覺得他其實是 到目前為止在台上 最中規中矩的一個 就是 但是你從反面來講的話 就可能 個人特色的部分 會稍微被剪弱一點 但是你會看到他在台上是 是穩健的 是穩健的 只是我覺得他可以再發揮 多一點個人的特色 然後可能把這個特色跟自己的段子 再稍微做融合會更好 我覺得開心就好 沒有 因為我沒有認真要比賽 所以就沒有敵人 我很喜歡小田 因為我以前都看他的漫才跟短劇 不是 我就是拿以前我最喜歡的punch出來 不會啊 因為我今天就是 for fun for fun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下一位的參賽者了 下一位參賽者呢 他來自23的OpenMind 他每個禮拜四都會固定參加 他是個勇者 就是只要你敢不笑 他就會檢查你有沒有低校的Bartender 不過今天我們是在卡米蒂 不要怕 想笑就笑 那我們來歡迎李莉 好 就看到蠻多人都有來參加 就想說也講了一段時間來試試看這樣 有希望 有啊當然有希望 就跟樂透一樣 李安不錯啊 學仁 怡辰 班尼 如果他們失常的話 就是我 會贏 你知道嗎 嗨 就是李莉 就從剛剛那個 團汙聲應該不需要太浪費時間 自我介紹 我就直接 進入段子好了 你們也沒有要叫的意思 你們平常放假會出去走走嗎 對 好 大概就是這個反應 我會 對 然後就去爬爬步道啊登山之類的 就是現在台北很多地方 他們都會立一個告示牌 提醒民眾說 這邊有台灣彌猴出沒 我們盡量不要跟牠起爭議 其實我一直都超不懂的耶 為什麼 你知道那些猴子是需要你餵牠的嗎 就是比起會跟你起爭議的 有危險性的野生動物 牠比較像寵物吧 就寵物猴子 有點像台北的小孩 你知道嗎 就你可能來台北工作念書之前 家裡的長輩會提醒你說 那你一個人在台北要好好照顧自己喔 然後你來的時候發現 真的要好好照顧自己耶 因為台北的小孩不知道蘋果這種色 他會以為葡萄沒有皮 就跟台北的猴子一樣 台北的猴子是聽到塑膠袋的聲音 喔放飯了放飯了 有高雄人嗎 或是在高雄念過書的 有 有看過中山大學的猴子嗎 有 中山大學的猴子大概就是台北小孩的學長 對是台北小孩不是台北的猴子喔 就是你平常呢 在宿舍他會突然闖進來 看你在幹嘛 或者是沒事的時候 他就去研究室晃兩圈 摸摸看器材 早上上課的時候 你要曉得他會怎麼後面偷襲你 他會直接把你手上的塑膠袋搶走 欸你上課喔 那今天吃什麼 鮪魚蛋餅 怎麼有洋蔥 就高雄的猴子過超爽的耶 什麼又老又窮 絕對是開玩笑的 結果我會想說 高雄的猴子真的很聰明 但高雄市民 還是其實高雄那些不是台灣猴子 他們是騎行種 有看到飛天小女警嗎 魔人啾啾 就是某個月黑風高的夜晚 有人趁高雄市民睡覺的時候 把他們腦袋換過來 八十九萬隻魔人啾啾 你就會有八十九萬個韓粉 國家機器真的動得很厲害 你們應該都沒有來看中天吧 我每天看 我家電視壞掉了 只有中天跟TVBS兩台 我想要轉台看別的 遙控器會自己切換回去 什麼轉台運動 那在我家兩年前就失敗了 有時候我想說放鬆一點 看卡通海賊王 魯夫覺醒霸氣 經典橋段吧 就一邊滑手機 想說什麼時候覺醒 抬頭一邊無色覺醒 中天的綜藝節目 他是說是爭論節目 結果你會覺得很荒謬 但又好像合理 因為他覺醒之後都是紅色 或者是有時候你看一點精彩的 刺激的院線片 復仇者聯盟 大戰之前 美國隊長啊 鋼鐵人急著在桌子前面 討論戰術嘛 敵人情報對不對 這個時候就會有廣告 讓你上廁所 如果在我家的話 你廁所回來 會變邵康戰情勢 邵康隊長會帶一群 中立理性的藍色名嘴 對沒有綠色那隻 他們在討論 我們要怎麼網軍帶風向黑人 甚至黑人問號耶 就你怎麼可以擺一場一定贏的帳 就是 美國隊長鋼鐵人會帶你飛 主角光環沒有問題吧 他直接歸零 所以你要奪絕望 才會需要靠趙少康 教你怎麼操作網軍帶風向 趙少康知道什麼是八卦版嗎 我知道他一定不知道正黑版是什麼 他連PTT帳號都沒有吧 就 就真的是 尷尬到不行耶 你會覺得表演的人在台上的時候笑很爛嗎 就我前個禮拜 看一個節目 綜藝節目又辦類似這種比賽 然後沒有請評審 評審講評的時候就說 如果你表演的時候 你會笑出來 代表你對你這個人沒有自信 你的段子 你沒有信心 然後我就想說 Oh 這個笑容超有自信的 我等一下聽得 就直接換這張大 bol 就為什麼沒有自信 後來我看到 原來是找象森來屏脫口秀 你要奪絕望 才會找象森來評托口秀 等一下 豪哥不算 因為豪哥是托口秀跟象森雙七 蔡劍亞唱雙七都唱多久 豪哥就講多久 這樣不會扣分嘛 這好啦 對 差不多就是這樣 你們應該一開始有給我這點鼓勵 不是這 但沒關係大家應該記得我是誰 好 謝謝大家 幫我們給李莉掌聲 但很抱歉告訴李莉 討好我是沒有分數的 沒有開玩笑的 謝謝李莉 好 那在李莉講完之後 麻煩大家一樣進入投票時間 那投票時間呢 我們再麻煩我們的評審 我必須要講 這個一切都不是象森的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有人覺得 學了象森就可以去評托口秀 對但是畢竟是前輩 所以不方便說什麼 MTV現在在錄影嗎 沒有我覺得這個象森表演 其實這是我們文化的規寶 那其實我說實在 這是李莉 因為李莉我們之前在其他的場 然後常常看他表演 這是我看他這麼多表演以來 唯一一次聽得懂他在說什麼 對我覺得他今天表現 也是除了一層之外 第二個超乎我預期的 然後我覺得李莉上台的時候 那種放鬆的感覺真的很好 對 她的鬆弛度 然後你永遠搞不清楚她到底是 鬆弛怎麼了 現在全身上下只有一個地方能鬆嗎 我不懂 就是你感覺她在台上是 就是有觀眾沒觀眾 對她講無所謂的那種感覺 就很棒 好 如入無人之境 是 非常好 非常好 她就跟韓國瑜一樣 不太關心觀眾怎麼想 非常好 非常好 那個加油 加油 因為最後那波有加分 好棒 平均以上 平均以上 評審的部分 就 豪哥還是一樣 對 對 我非常友善 這邊謝謝豪哥 是不是前三名 前三名OK啊 或許會 如果不會 會幫我剪掉這段嗎 對不對 好 秘訣就是 要喝酒 每天都有喝 對 上台前下台 睡醒就會喝 呵呵呵 其實真的非常謝謝李莉 剛剛 有幫我說話 有幫我說話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相聲記的前輩 他曾經在綜藝大論文說 說 你憑什麼叫大可愛 那我也想問接下來這位參賽者 你憑什麼叫李安 那我們掌聲歡迎李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叫李安 為什麼來參加這個比賽 因為 對 我非常喜歡學人的笑話 他的笑話總是非常有觀點 然後可以帶領觀眾學習到一點東西 我非常喜歡學人的表演 就是剛下班的概念 來不及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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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聽過我的名字嗎 耶 怎麼會有人在台上這樣問 你今天紅不紅你自己會不知道嗎 我有136,786位粉絲 今天我不紅不好笑的影片都會笑發燒 但我不知道我很不紅 會這樣嗎 你不紅的話 觀眾會知道嗎 今天我可以理解他們 他們今天到台上的時候 他們問這個問題 他們只期待觀眾會給他們答案是 喔對 我們聽過 但大部分的時候他們都得到的答案是 喔 你看嗎誰 但今天 我有一次嘗試想要這樣問 我得到答案是 喔 我有聽過但你他媽誰 大家好我叫李安 我想要在大家還能夠相信我的話之前講這句話 我是一名國中老師 我最近這一個學期呢 我換了一個學校 來到一個新的學校教書 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我前一個學校的學生實在是 實在是都已經按過我的粉絲專業站了 Have to move on 所以我就來到這個學校面試 這訓導主任就看到我 迪安 在這個學校裡面 有三件事情是千萬不能做的 第一件事情 不要毆打學生 就算他們值得 第二件事情 不要對學生大吼大叫 因為我們發現沒有用 第三件事情 性騷擾在這個學校 是不被允許存在的 性騷擾在哪個學校是被允許存在的 老師你這樣是性騷擾 喔 這裡是性騷擾 性騷擾 喔 那沒有關係 有這種地方嗎 太棒了吧 但我後來發現我有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喔 那個主任跟我講 他並不是擔心我會成為性騷擾的加害者 他是我安心我會成為性騷擾的受害者 那天我走在路上 學校的走廊 突然有三個女學生一面走來 非常的快速 突然間他們在我面前停了下來 女學生A抓了女學生B的手 握向女學生C的胸部 然後看著我 對我大喊 老師你看你看他有D耶 為什麼 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跟我講 你為什麼要跟我講 你覺得 你覺得我看不出來嗎 但今天啦 說實在的 一個人他要是 他很會性騷擾 他性騷擾的如火存青 他性騷擾的游刃有魚 他性騷擾的激壓群雄的話呢 他就只是性暗示而已 對吧 我們就是因為 沒有地方跟場域 讓我們好好的能夠練習性騷擾 所以我們都只能停留在性騷擾的層次 但今天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你如果不知道該怎麼辦的話 拿出你的手機 下載我們的線上性騷擾練習團軟體 Tinder 你下載這個軟體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去配對 配對學員來跟你一起 配合做這個性騷擾的學習跟練習 那天呢 我非常的幸運 能夠配對到另一門學員 來好好專門 來練習跟演習這樣的技術 但是他很有禮貌的 他先開口 他就直接說 你為什麼不用你自己的名字呢 我想說我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嗎 我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不用你自己的鼻子呢 他超生氣 人家的名字是真的 人家的名字也是真的 但突然間我發現我錯了 我不是來練習怎麼嗆人的 我今天是來好好練習怎麼樣性騷擾的 但這個時候呢 他同樣的他釋出了善意 他就說 很抱歉 雖然看起來不太像是真的 但你的名字 是一個好名字 我知道我是來練習性騷擾的 但太簡單了 太容易了 所以我實在是忍不住 我就回答 對不起 雖然看起來不像是真的 但你的鼻子 是個好鼻子 我是李安 謝謝 謝謝 我們再給李安掌聲 好像算好一樣 時間剛剛好耶 非常非常的精準 到這邊呢 我們剛好走過一半的參賽者了 那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半 我們等一下會繼續 那我們先請評審幫我們講評 比賽真的蠻有趣的啦 我們剛才看到六位參賽者 很多人 就是 很多人 表演經驗也許很豐富 可是不一定可以拿出來最好的 那幾位新人呢 好像今天都拿出蠻好的表現 包括李安 所以給他一個讚 李安今天 李安今天的這個 表演的東西非常豐富 其實 雖然說他是新人 但是你感覺到他在台上的那個自信 然後他的表演的豐富度是很高的 然後包括他的段子的完成度也是相當不錯 當然中間有凸齊 凸齊我們都會扣分沒有問題 提醒觀眾對不對 對一定都會扣到分啦 然後李安我覺得他 他其實在裡面做了很多 其他參賽者比較少做的 就是那種角色出入的東西 而且他做 就算其他參賽者有做 他做的其實比其他參賽者就是完整 而且很明顯那個進出切入會比較 比較看得出來 我覺得這一點是做得相當不錯 他本身好像也是學表演的 不敢說 不敢說學表演 就是 那你是不是教表演的 我是 你不敢說自己是學表演 然後去教表演 這中間有什麼落差 你還在猜笑點嗎 對就 好啦那就還可以 對啊 對啊就不錯啊 就我覺得 我覺得 就是名詞這件事情 雖然給他造成很多困擾 但是也讓大家迅速的認識他 那 又賺英獲得福啊 也不錯吧 感謝大家 我還算滿意今天的表現啦 就勉勉長長 就是 還可以 他們很精準的看到了我出賊的瞬間 並且抓了出來 他們都已經曾經給我在段子上 很多的幫助跟建議啦 我非常尊敬這兩位 前輩 我覺得 絕對是有幫助的 就是在一個人 第一次看到我 然後要認識 他會快速的記得我這個人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非常有利的 那我們接下來 繼續進行下一位 下一位呢 他的喜劇之力呢 雖然沒有很久 但前不久才跟我一起去上大熱門 然後參賽者字界上面寫說 我是來拿冠軍的 不然我會哭 不知道會不會今天會看到他哭呢 當然是喜極的氣啦 好的我們掌聲歡迎雪良 大家好我是雪良 也可以叫我雪人大白 本來說沒有參加 但是別人邀請一下 覺得喔好還是來一下好了 也就是這麼的善變 沒有什麼決心啦 但是如果得獎就賺翻了 最帥的服裝 格子襯衫 對 都是災難 是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太好了 哇塞 剛才因為我寫過這種話就對了 非常抱歉齁 你知道老K說動物笑話 我會講動物笑話這樣 那我看他的表現之後 我覺得動物笑話應該是完全沒有辦法使用的 所以 沒有辦法的 我有30分鐘動物笑話 但我今天完全不講齁 馬上端出新菜給大家嘗嘗 OK 先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因為我覺得今天很多人來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因為我最近發生一些好事情 一個月前呢 我跟我交往一九女朋友 求婚 然後她答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然後呢 就在上個禮拜 然後我們就發現 欸 她懷孕了 我要當爸爸 怎麼大家沒有很開心呢 因為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等一下 就是剛剛大概已經過了30秒了 然後我沒有講半個笑話 但至少你們已經為我鼓勵兩次了 你知道嗎 就是如果今天可以撐得夠久 撐了五分鐘 那感覺會是一場蠻棒的表演 你知道嗎 就是如果你去表演 就是 我覺得五分鐘我撐得過去 大家會一直拍手 但是我覺得 如果我要辦個人場的話 有點難 你知道一個小時 可能沒辦法做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可能前面就是 大家聽這個好消息 覺得OK 但是後面口味會越來越重 比如前面五分鐘講說 哇 我結婚了 哇 哇 孩子要生了這樣子 然後後面到第五十分鐘之後 我阿嬤這個禮拜 一定復活第三次了 哇 哇 好棒喔 天哪 根本耶穌在世 你知道嗎 我一直不知道 阿嬤復活第三次 到底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對不對 好啦 那跟大家講 講個好笑 就是我要開始講笑話了 哈哈哈哈 我最近去按摩 然後 我覺得按摩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 當你的朋友 他用力打你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很靠北 但如果按摩師 用力打你的時候 你會覺得痛 你會覺得 是不是我身體不好 知道嗎 我每次 就是你不能承認痛 因為代表說你是個廢人 身體很差 結果每次去按摩的時候 按摩師不就這樣捏我 捏捏 他說先生 這個力道可以嗎 我說可以 可以 真的會痛要講阿先生 很舒服 很舒服 再來再來 知道嗎 因為那個時候 我心裡面的OS就是說 學人 你還沒到那個年紀 你可以的 You can do it 再撐下去就可以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花那些錢來幹嘛 你知道嗎 就是我覺得花錢這輩子 我以為我是來按摩 結果我覺得我是來修煉的 你知道嗎 然後 我去 我覺得 有些按摩師 可能根本就不會按摩 你知道嗎 就是他只要把你弄痛就好 但你會合理化這一切的 就是 痛處 就比如說我今天可以去當按摩師 然後我看到有男觀眾進來 幹我直接 砰 靠他屁股 是男客人阿 什麼男觀眾 幹我到底做什麼行業 我就打拚 他說 師傅很痛耶 他說那個跟腎臟有關 我還要 OKOK 再來再來再來 你知道嗎 就會做按摩店該做的事情 然後 哇 大家不行阿 那口味那麼淡是不是 我不說今天是很多良民 大家好大家好 然後 我覺得我之前遇過一個最有趣的就是 我去泰式按摩 泰式按摩它有個彩背按摩 就是有人會整個踩在你背上 然後他一動都不動 你想幹這到底什麼狀況 你想幹這個人會不會只是櫃台小姐 或他是下一個客人 我覺得最方便他是下一個客人 知道嗎 他在外面然後我就躺在裡面 他說先生你先等一下 我去忙一下 然後跟下一個客人說 先生等一下你進去 有一個人站在那邊 就踩上去 踩上去 真的可以嗎 那個對 因為他的體溫可以讓你的腳 你知道 就是溫潤 就是血氣會好 然後你就可以站上去 我說好 然後進去就說 你好 然後就站在那個人身上 然後就覺得 然後他就會說 欸那個 會痛嗎 我就說 很舒服 我剛下班 我剛下班 然後 青春狀況不是很好 然後我剛剛在同事開會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荒謬 就是 我們每次 就是會用英文 就是用英文繪畫 然後你會發現 就是英文繪畫是一件非常 荒謬的事 就是你在講中文的時候 你會說 你在胡說八道什麼 你講話沒有邏輯 但是如果你是用英文講話的時候 You are so great You are so excellent 你就會變成非常的和善 你知道嗎 就會變成非常的和善 所以 當你如果今天就是 遇到車禍的時候 台灣人的珍貴教育非常的奇怪 把別人的教育非常和善 所以 如果今天 你今天跟老外撞車的時候 如果你碰到一個台灣人 你會說 這我的車呢 你在弄什麼小這樣 那如果你遇到老外的話 你撞到車你會說 Hey How are you? This is a car 好 我繼續表演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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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不太去按摩 因為我不想造成按摩師困擾 那接下來投票的過程當中 我們請我們的評審講評一下 那個 學人稍微有一點讓我比較模糊 他沒有先把那個按摩師是 女生這件事情講清楚 然後那個Happy Ending 還是就是男生 OKOK好 那對不起 我知道 是我存心 我還是蠻想念學人的那個 動物小吧 嗯 他這樣選 好 但是表現還是蠻穩定的 OK 你知道嗎 今天學人從頭到尾都一直在 你知道嗎 他都一直在講 你知道嗎 他希望大家知道一些事情 他一直到底懷疑觀眾的智商 還是 就每一句話都要問一下 你知道嗎 你知道 你知道你剛剛說很多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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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評審不要霸凌參賽者 評審不要霸凌參賽者 沒有啦 學人因為實力夠堅強 我才可以這樣子指標他 如果是實力弱的參賽者 我就會 真不錯 真棒 你看李安剛剛會 蛤蛤蛤的什麼樣子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 學人上去的時候 他的那個氣場 讓我覺得他今天 沒有把這場當成一個比賽 他都感覺就是我這種冠軍的聲 冠軍的這種光環 根本就不屑於參加這個比賽 只是路過 對 他就把這個當成一個open mic 不要這樣 那我覺得 就是他在台上的那個 表演的能力還是很好 表演的 是穩定的 然後你也知道 你看得出來他在鋪梗 他在丟東西的時候 但那個 那個節奏的 節奏的長度是好的 對 但是段子 對喔 就這樣 你知道嗎 放透了 其實沒有很好 其實沒有 謝謝你們 剛剛花那麼多 時間在 就是把我捧很高 然後再讓我 墜地 我覺得其實來這邊 演出的人其實表現都還不差 我覺得我沒有特別的厲害 對 可能之前有些笑話寫得還不錯 所以大家才會這樣講 我完全是假的 抱歉 我是單身 所以如果有女粉絲 我沒有粉絲 但是女觀眾 對還是有機會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介紹下一位參賽者 下一位參賽者其實蠻常來這邊的 歐個蠻前一段時間 最近比較少來喔 而且他一開始寫的時候 他是寫說 他受到東區德的影響 才開始脫口秀 他不知道寫了一個 好像沒有幫助的名字 開玩笑的 他甚至有一個 地獄梗的粉專 之前還因為這樣子 然後去大戰鄉民 但沒想到他長這麼的憨厚喔 讓我們掌聲歡迎 雷辰 哈囉我是雷辰 因為我想要免費看十二個人的表演 我這樣就不用繳門票 老K 因為他 他就是一個身經百戰的 脫口秀演員 因為天氣很冷要多穿一點 會冷 而且不穿衣服很奇怪 好好喝茶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前面都講得好清淡喔 我今天要講混亂 今天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朋友的故事 我朋友前陣子跟他女朋友分手 雖然我是一點都不意外 他女朋友是在外商工作的OL 我朋友是沉迷遊戲的打工仔 他女友平時會關心英國脫離歐盟 我朋友只會關心英雄聯盟 他女友平常喜歡逛東京著衣的網拍 我朋友看的東京都是不著衣的 東京很熱 東京又不著衣的 所以他們兩個之間根本沒有共通之處 有一天 我那個他女友看到他又在沉迷遊戲 忍不住的大吼說 你這個人到底有沒有上進心啊 然後我朋友知道紙包不住火支支吾了說 好啦我是有上進心 那只是一時的意亂情迷 我還是很愛你啦 當他女友意識到他說的上進心 只是他好姐妹你進心之後 他們分手 分手之後呢 我朋友就覺得一開始要找泡友 他不想要收到愛情書 他想要找泡友 然後他跟我閒聊的時候就說到 聽說泡友之間是不能擁抱的 這是真的嗎 聽起來很有道理 因為情侶之間 是因為擁抱是一種愛的表現 泡友之間擁抱 別人會覺得 你這個人是不是暈船啦 但是我想一下 不能擁抱 不能擁抱 有些是要怎麼做啊 是要怎麼做啊 所以我想一想回答說 不我覺得 泡友應該還是可以擁抱 只是擁抱的時候一定要插著 抱住插住 這樣合格的 抱住 單純抱住 拔開 太超過了 我們又不是情侶 你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你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爺爺抱著插 憂鬱重味道在家 有聽過 紅紅 後來我朋友就是又煩惱的說 欸 約炮會不會很有風險啊 我常常看到新聞 就是有人約炮後 反而被告的新聞 對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男生有時候在做愛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 Do the right s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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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sing right 然後女生就 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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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想越不對勁 覺得自己好像吃虧了 我覺得會有這種吃虧的心態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男生的性器官 這太廉價了 聽起來就很廉價啊 你看自古以來 形容男生性器官的食物名有哪些 男生 香腸 熱狗 女生什麼 是鮑魚欸 是鮑魚欸 我餵你吃香腸 你餵的是鮑魚 他就覺得 好虧喔 怎麼會有那麼不合算的交換呢 是想吃熱狗啊 我也想吃鮑魚啊 所以我覺得男生以後不能再稱自己的性器官是熱狗 聽起來就很適 男生應該要尊稱自己的下面是 這是一條皇上遇刺的千年龍脈 千年龍脈 如果你把它搖一搖的話 裡面還有燕窩會跑出來喔 那聽起來就有沒有 就要好吃很多了呢 後來我朋友開始他約炮之旅 我朋友 我朋友就是他只要約完一個炮 他就會把那個炮友的照片貼在牆上 他就把炮友的照片貼在牆上 而且呢他常常會 記錄他的戰績 他常常會嫌他的炮友長得很普 然後我就向他說 你嫌人家長普 長得很普 然後你還把他掛在牆上 他說 哎唷你不懂啦 這是普普藝術啊 我朋友後來還是暈喘了 他遇到一個女生 他長得雖然很普 但身材很優 而且還是小芝麻 我們都叫他普悠瑪 對 因為他是悲男族的啊 因為他是悲男族的 然後呢 他們的關係 從炮友晉升為情侶 然後呢 感情持續加溫 他們的戀情也上了軌道 沒想到有一天 我以為他們會很長久 沒想到他有一天 普悠瑪出軌了 大家都沒想到啊 大家都沒想到啊 台鐵也沒想到 對 他發在那個普悠瑪 那個牛仔褲的口袋中 發現了他從來沒去過的 汽車旅館發表 他很生 他就是很激動的 打電話給我訴苦 就說 什麼普悠瑪 根本是個噗瑪 我再也不相信愛情了 只有兄弟才真的 我奉勸他千萬不要這樣想 我朋友雖然是個玩咖 沒想到他也有純真的一面 他居然相信了友情欸 我連忙在我下面 不用麻煩過來 抱住插住 避免我們愉悅泡友之間的交戒 然後我就跟我朋友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個我在搭車啦 車有點晃 那個我等一下再打給你喔 掰掰 我是雷纏 謝謝大家 雷纏掌聲 最讓我驚訝的是 其實他也是剛講完之後 音樂就想起來 哇 真的是非常非常精準的 黃色表演 到現在唯一 就是還沒有出現的 黃段子風格喔 相信大家一定印象深刻 我想評審一定有話要講 那我們來歡迎評審 其實那個雷纏 可能大家 大部分人應該沒看過 他已經來 開始講脫口秀 已經超過五年了 中間有一段時間沒有來 對 那今天應該也是 他有史以來最好的表現了 所以你們知道他以前有多爛吧 但今天還不錯喔 所以再鼓勵你 雷纏繼續加油 好 其實不管所有的表演者啦 就是我們今天講完 之後大家還是會繼續講嘛 對 Keep going這樣 好我們歡迎黃毅豪講 我覺得 我之前沒有看過他表演 是 對那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到他 這個 我覺得他的段子裡面有一部 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 那個他的笑話講起來 看起來像是文本 就他沒有修成一個真正的口語化 所以你在聽的時候 你有一些字詞 你會聽起來很別扭 主要是因為 那個是 key出來的 他不是講出來的 他不是真正在跟人家對話的時候 所以你聽到之後 會覺得這個故事有點假假的 這個東西要 這個東西需要去突破 就我們在講一些 我們在台上講一些假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把他講跟真的一樣 反而是有時候講到一些真的事情 你要把他講好像假的一樣 然後笑話其實就是 藉在這種真真假假之間 他會產生他最大的效果 我覺得今天表現算是 我應該蠻可以接受的 就是我可以接受我自己的表現 黃毅豪老師講的評語非常的中肯 因為我的確是 我可能沒有練很多 練很多次 所以我沒有辦法把我的一些文本 變成口語化 沒有所謂的假想敵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是 應該目前 唯一講 昏段子的 我猜九彈應該會講昏段子 所以我把他當作算是 對手 接下來呢我們歡迎的下一位表演者 他平常是法律文件的寫手 但因為長期的文字訓練 我覺得他寫起段子來 非常得心應手 他非常善於分析自己的演出 想必今天有萬全的準備 讓我們掌聲歡迎九安 大家好 我是九安 大家好 我是九安 謝謝 因為我年底要有表演 然後我想說還來這裡推銷一下賣票的狀況 其實我也覺得還好耶 因為才講一年多而已 就隨便啦 反正只是來賣票而已 老街吧 因為他就是最老是個二 我胸部大 對 胸部大 今天想要來講一些鬼故事喔 來跟大家聊我男朋友 我們一開始交往的時候呢 有一天我發現他背上有好幾個小洞 他給拇指指頭大小 我就問他說 親愛的 你背上為什麼有小洞啊 他就說 這是他以前當機筒 自己拿刀戳的 我覺得 哇靠 你是機筒 我就趕緊問他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就說呢 這是他十幾年前 黑白無常 在他面前顯靈 問他願不願意替神明服務 那他就答應了 那我聽了之後覺得鬼扯啊 哪有了那麼簡單又答應的 我就不禁想像 如果千亡魂的神明 半夜拿著鐵鍊 在我面前現身說 九安 你要不要幫我做事 喔 那我應該也會答應呢 那我男朋友 就是當機筒之後 他就有陰陽眼 天眼瞳 通靈這些超能力 那我聽他講這些 怪力亂神的東西之後 就覺得 哎呀 這樣我就不能劈腿了 會被天眼瞳抓包 不過他老二蠻大的 我就勉強接受 那跟有陰陽眼的人交往 其實有的時候 真的會遇到一些很詭異的事情 像是有一次我們去台南旅遊 住到一間很奇怪的旅館 這旅館像是以前那種 古代香港鬼片的感覺 就房間很舊 氣氛很壓抑 可是我們白天啊 觀光都很累了 就不想管太多 所以晚上回到旅館 打個泡之後 我們就睡了 然後當天半夜 我睡到一半 我覺得有東西湊很近 在盯著我看 而且他發出 呲呲呲的聲音 我就醒來一看 是我男朋友 在偷偷跟我喇雞 我們就再打一炮 他們就天亮了 我們就退房 那退房之後 我男朋友跟我說 親愛的 其實昨天的房間裡面有鬼 天啊 我都要尖叫了 我都跟他說 那你昨天怎麼不早講 他就說 我覺得講了之後 你就沒心情打炮 在公三小 房間有鬼 他就很有心情打炮耶 我就問他 所以房間有鬼 那你還坐得下去 他就說 因為多一咖 很有三批的感覺啊 我覺得天哪 我男朋友 當著我的面玩三批 他居然沒有揪我 很傷心很傷心 那我一開始講脫口秀呢 全部都是講黃色笑話 現在也差不多了 我講的第一個笑話是 我有幻聽 我會聽到我的鮑魚 在跟我講話 可是有一天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批評說 他覺得我講的黃色笑話 太髒了 他覺得講黃色笑話 是挑觀眾 是不尊重觀眾的行為 哇 他的副品我看了滿頭大汗 那我又滿玻璃心的 所以我好一陣子都不敢講黃色笑話 可是我超愛開黃腔 我覺得超想講 我的鮑魚也跟我說超想講 我就決定 好 我就是來挑觀眾啦 我要找到地球上 最尊重友善包容的觀眾 來欣賞我的黃色笑話 所以我把我的脫口秀影片 上傳到Promhub 我的影片 Hashtag中文字幕無碼素人自拍 影片名稱 台北女神用嘴取悅觀眾 頻道名稱 法科太太 效果超好喔 網友留言一片好評 什麼樓主好笑一聲平安 地方的老二笑到軟屌 真的觀眾都是聖人耶 一定都剛打過槍啦 但還是有網演劉扶評罵說 本來以為 演員會幫觀眾吹喇叭 結果什麼都沒發生 覆評 我覺得 這位先生 你開了A片 看到演員長這種臉 你還期待吹喇叭 是你的生命觀有問題啊 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再給久安掌聲 我是滿期待看到的 OK好 那一樣 再幫我們幫久安評分 然後在評分過程當中 我們再請一下我們的評審 好那個 這已經是第八個人了嗎 對不對還是第九個人 第九個人 第九個人 就是其實前面的表演者的演出 大家比較少看到就是 快速累積的笑點 可以把push一個點出來 那其實久安的這個段子 是有這個實力的 不過他今天還是真的太緊張了 如果你們近一點 第一排的觀眾應該可以看到 他拿麥克風的時候 是在抖音的 所以 他剛剛拿給我的手 手是這樣 好那 但是久安我知道你盡力了 嗯 想辦法再放鬆一點會更好 這樣子 好 久安 久安的文本能力其實一直都不錯 我之前看過他很多作品 他的文本能力在這一代的演員裡面 算是出類拔萃 出類拔萃 但是我覺得他今天講的段子 不夠髒 沒有拿出他真正百分之百的髒度 我覺得太可惜了 沒有他要是把那個鮑魚 會跟他講話那段講完整了 那你就開玩笑了 你是保留實力想 但我們決賽的時候有 好我覺得大家 大家如果期待看到更勁爆的笑話的話 可以考慮多給他幾分 讓他後天可以好好講一下 我覺得今天就是盡力了 可是其實比起平常來說 算是緊張很多 有好好的說我現在的優點跟缺點 讓我知道接下來可能比賽 大概要怎麼樣子改進 學人 因為他實在太穩了 你幾乎沒有看到他氣餒過 不管他什麼狀態下 他都會講得很穩定 很多人說我 就是謝謝 因為我不知道自己是很多人學習對象 可能是因為我自己平常習慣就是 很認真做功課 我好像是班上專門寫筆記的那種模範聲 共同筆記的提供者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下一位 接下來的這一位呢 就是年輕的19歲 卡米迪打工仔喔 雖然這樣講 但他實際上是 第二屆空氣性愛大賽的冠軍 但他其實私底下是一個 厭世的19歲小屁孩 那我們掌聲歡迎Michael 我是卡米迪的Michael 因為第一名錢很多 然後 就是因為之前有拿過空槓 然後被冠上空槓王這個 不只會幹空氣 我還想要真的會講Poco秀這樣子 好像沒有什麼觀點 就硬要講 其實沒有什麼希望 對 我覺得就是 賽前都已經大家討論了 今天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真的 我今天服裝 因為我把自己就是穿老一點 我今天其實走得比較黑暗一點 而且我最近在換人設 我最近其實不是那種19歲 啊那種屁孩 我最近其實走得有點 黑色幽默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把自己一半的老一點 這樣 我最近剛交女朋友 好臭喔 又好難放進去 事情是這樣子的 我女友148公分 然後我184 就是 有一次我把她從床上抱起來的時候 她就會耍耍嘴皮子 然後跟我說 Baby 你上一次這樣子抱的女人 是誰啊 然後我就語重心長的跟她說 我上一次這樣抱的女人 是我臨終的外婆 我把她抱起來沒多久後 她就走了 她就走去廁所尿尿了 我最近剛單身 在單身的這段歲月裡 我又開始看黑片了 這讓我想起 在我童年第一次看黑片的時候 被我媽抓包 我媽就審問我 兒子啊 在這個世界上 看黑片的 只會有兩種人 第一種 是不知道怎麼做愛的人 第二種 是整天無所事事的變態 你覺得你是哪一種呢 我說 我是無所事事的 我是整天 無所事事 又不知道怎麼做愛的人 最近寧森北路新開了一間港式燒蠟店 她是一對夫婦經營的 我真的可以理解 這種新開幕的店 會引來人山人海的人潮 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 在這間港式燒蠟店 旁邊設置了一個反送中的連署台 一個願意上前關心的人都沒有 這個世界怎麼了 大家也願意花三十分鐘的時間 吃一頓燒蠟 也不願意花三分鐘的時間 去拯救這個世界嗎 終於輪到我點餐的時候呢 老闆就對我非常熱情的說 我嚇到 也太有禮貌了吧 我印象中的港式燒蠟店 應該要是 來 聲聲點什麼 他就只差沒有丟一顆吹蛋過來 伺候我了耶 因為當天店裡嚴重人手不足 大家等餐都等了很久 這時候就有一個戴著安全帽 嘴裡叼著一根煙的大哥 很明顯已經等得很不耐煩了 唉 我們大家都在等他 隨時跟老闆開幹起來 果不其然他真的幹了 臭你媽 你們兩個是要會不會炒飯是不是啊 這時候老闆探出頭來說 對啊 我之後去買可樂 大家要知道最近可樂有一個新包裝 是白色的纖維加 對啊 他比較健康也比較貴 我就在挑選 原本紅色那一個 只要20塊也很好喝 到底要哪一個呢 一個比較健康 一個比較貴 一個比較便宜 但比較好喝 到底要紅色還是白色的呢 原來這就是柯文哲的感受啊 我阿公最近大腸癌 我去醫院照顧他的時候 他都會穿著一個紫尿褲 眉頭伸鎖 望著窗外 阿公到底在想什麼呢 他是不是放不下 那些牽掛他的家人呢 於是我決定上前問他 阿公 你在想什麼 要不要說出來 心情會好一點呢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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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我是Michael今天講到這裡 給Michael掌聲 邊聽邊捏把冷汗 他家人到底要出多少事情 到底要出多少事情 有點可怕 好 評分的過程當中呢 一樣再請我們的評審 看有沒有想要講 講的 Michael那個講脫耳秀 已經快兩年了 那他這一年來的進步 真的是蠻快的 是 那第一年真的都不知道在幹嘛 那Michael的比賽運的確是好的 的確是好的 他去年的比賽運跟今年 他今天除了少數 少數小錯 沒有到大錯 是 小錯其他都表現得很好 所以Michael算是最好的一次表現 恭喜他 好 我同意 我同意 你同意對不對 就是Michael 因為Michael大概在半年之前 就是 是半年嗎 還是三個多月前 差不多 差不多 三個多月前 就是 那時候還找我 就我幫他指導一些段子 那時候被我臭罵了一頓 然後 因為他在台上講一個爆米花的笑話 已經 講了不知道多久 半年一年有了吧 每次講 每次不好笑 每次硬要講 我後來真的忍不住 我剛才講說 你再次在台上講爆米花 就爆你菊花 受不了 但是今天表現可圈可點 可圈可點 但是 而且他的笑話很奇妙 就是人家都是 講到最後 punch會笑 不是 他都是stat up笑話 哈哈哈哈 他的punch都在stat up上面 很奇妙 那我覺得這應該已經 開拓了一個新的 coco show的領域 就是讓觀眾說 想不到吧 我在stat up就打倒你 那punch隨便 很奇妙很奇妙 那個 如果要再給他一點 那個credit 就是他很像年輕時候的 Aton Sandler 我覺得 我給自己八分吧 就是我講錯一點點東西 可是整體好像還 還行 就是我的表演還有撐住 我之前在比空氣現在大賽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真的去玩的 就覺得說 因為前輩真的在 第一名那時候 第一屆第一名真的在 我就真的去玩 然後就不小心冠軍 因為我對於脫口秀 真的就每個禮拜來講 就對他付出很多心理 不想要愧對自己 我真的很謝謝豪哥 Social這樣子 尤其是豪哥他之前 就是可能說 愛之聲哲之切吧 我這句話被他講 被他聽到應該 他應該會幹我這樣子 他根本沒有愛我之類的 我覺得家瑜講得很好 不知道他等一下可不可以 請我吃飯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這一位呢 應該是我們當中裡面 學歷最高的吧 他是劉美的生物博士 他說會不會台灣是川普害的 會講脫口秀也是川普害的 但他如果今天不好笑 都是跟Social學的 那我們看他學了多少 讓我們掌聲歡迎 我們的班尼 大家好 我是班尼 我是被老闆叫來參加的 我覺得通過預賽的機率 大概一半一半吧 因為我們死亡之主 真的是 大家都水準非常的高 因為我跟久安是脫口秀班的同學 然後我從那個時候 我就非常非常喜歡他的段子 非常的強 非常的有爆發力 就是段子贏不了人家 最起碼帥度要贏人家 就是這樣 常來卡米地就知道 我都是周三open mic的第一位表演者 他們今天說 你這麼喜歡當第一個 兩個一送你 十一號 第一次等這麼久 我的錢 我講脫口秀有一個堅持 上台一定要有無線麥克 因為我曾經看過一個新聞 他說 根據統計 有百分之五十的脫口秀演員 曾經被麥克風線絆倒 而在台上受傷 這是這個行業最常見的職業宅行 中天新聞台說的 一定是真的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交友軟體 在這邊有玩過交友軟體的觀眾 可以幫我點頭一下嗎 OK 比例蠻高的 那 為什麼請大家用點頭 不是用舉手的 是因為之前有一次 我請觀眾舉手 結果我坐在第一排 有一對情侶 男生女生都沒有舉手 但是男生突然轉頭 對他的女伴說 你們就有在玩tinder 舉手喔 好像發現了些什麼 那 我自己以前也有玩tinder 我在 那我這有女生問我說 欸 班尼 女生在tinder上面放什麼樣的照片 你會按讚啊 嗯 我覺得有三點很重要 一 笑容要自然 二 清楚的看到五官 三 修圖不要太大 喔是這樣子的嗎 那我知道我要放哪一張照片了 後來這個女生 上傳了她的身分證大頭照 那 呃 我知道有些女生 她們對tinder非常的反感 是因為 她們覺得 呃 Tinder上面的男生啊 都很膚淺 呃 不老實 然後又 呃 只是愛玩愛玩 那 我自己使用tinder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 我膚淺 不老實 然後我愛玩愛玩 不過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身邊有成功的例子 我有朋友 是因為在tinder上面相識 然後戀愛 然後前陣子在美國結婚了 Tinder幫他們找到了愛情 然後直接把這愛情送進了墳墓 那 她們在美國的婚禮邀請我去擔任她們的主婚人 那在這邊解釋一下 中式婚禮的主婚人大家都知道 所以是男女雙雙的家長 但西式婚禮的主婚人 是要負責主持整個婚禮儀式的進行 交換戒指 交換誓言等等 那在美國 她們畢竟是一個基督教立國的國家 所以很多州的法律是規定 主婚人的這個角色 需要先取得牧師的資格 沒有錯各位 站在你們面前 我會在後面的小房間 待會兒等你們 如果有任何人需要懺悔的話 歡迎來找我 我非常的專業 我保證你跟我懺悔的內容 全部都會被我拿來嫌段死 那 在婚禮之前 新娘就有特別交代我說 班尼在婚禮上 你要記得問我們說 你是否願意愛著對方 一輩子喔 因為我覺得這是整個婚禮 這一浪漫的時候 那 我聽完這句話我心中的偶爾是 一輩子怎麼可能 各位 欸 在 你們知道 根據統計喔 去年離婚的夫妻裡面 有一半以上 結婚不到七年而已耶 欸 要求新人直接承諾說 會愛著對方一輩子 很有可能做不到 根本就是他們說謊吧 欸 我是個牧師耶 在神的殿堂 當然叫新人對著所有的賓客說謊 這種新聞會害我下地獄 太恐怖了 我不接受 所以我就跟新娘說 那個你們要不要考慮一下 把這句話改成 你們兩保證 15年之內 都不跟對方離婚啊 欸 比平均慈長兩倍以上了 這個期望值比較實在吧 新娘沒有馬上打槍我 她只問了我說 班尼 你是在哪裡看到說 那個 呃 去年離婚的夫妻裡面 有一半以上才結婚不到七年啊 中天新聞台說的 一定是真的 我先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好 再給班尼掌聲 好一樣進入大家的投票時間喔 投票時間 好那我們 請我們的評審幫我們講解 發現大家對這個比賽真的有認真的感覺 雖然是搞笑比賽 但是 從第一個到現在沒有一個不緊張的 除了李莉 李莉 只有李莉大五位喔 所以每一個人都非常緊張 是 那還是希望大家再放鬆一點 班尼後段有再放開來一點 但是 呃 其實她是一個四平八穩的演出者 但如果能再放開一點的話 她這個段子應該會 會好很多 了解 好 對我 呃 其實班尼她一般 她長久以來的話 她的特色就是 她的段子結構都很完整 是 對然後你會看得出來 一趴一趴那個 前後銜接的怎麼樣 那個脈絡很清楚 但美中不足的就是 你真的要說的話就是 少了一點靈性 好 就是有點東方神秘力量 所說的那種靈性 好 你可能需要 就是有時候 做一些稍微出格一點的東西 會比較 就是要刺激到觀眾 那刺激度不夠 就稍微 效果會弱一點 呃我覺得我交出了就是 我個人很滿意的表現 呃台上沒有太忘詞 其實我很少聽到豪哥給我的建議 那我覺得兩個評審都講得很好 所以我會繼續努力 呃對 因為去年的脫口秀比賽 結束了我才知道 有這一檔啊 今天 呃李莉跟李安的表演 就是可以說爆氣來形容 非常的優秀 非常非常的喜歡 他們今天的段子跟設計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的下一位 我必須跟大家說 接下來的下一位 喜劇之力啊 是在場的參賽者都望塵莫及的 12年 他從2007年就出現在卡米蒂登台了 但他近來才脫胎換骨城 脫口秀新手喔 讓我們掌聲歡迎 以前叫小田 現在叫麻油的 麻油 嗨 大家好 我是麻油 因為就是老朋友 社交老闆邀請我來參加 我就覺得 嗯 我可以北上來參加這比賽 還滿有希望的吧 就是長得也是漂漂亮可可阿阿 滿好笑的啊 應該是可以 因為我沒有看過太多人的表演 但是我覺得家瑜還滿可愛的 然後學人也不錯 其他就 可以說沒有 感覺會講錯話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麻油 如果覺得麻油不好記的話 可以記麻油 記得麻油 我現在是一個百貨公司的櫃姐 那我服務的品牌呢 是一個衝浪品牌 是一個運動休閒品牌 所以我上班的時候呢 大概是穿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不要再對貴姐 有些奇怪的幻想了 我們真的不會 一直都穿著窄裙跟黑絲襪 也不是所有的貴姐 會把男客人都拉進更衣室 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好嗎 那是電影 電影都是假的好嗎 不過身為一個貴姐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要有一個非常有親和力的招呼語 像這樣 你好 歡迎媽咪慢慢看喔 非常溫柔 像小貓咪一樣 慢慢看喔 那感覺 但實際上是 幹你來舉巴咪喔 謝謝喔 Fuck you 所有的貴姐 都是如此的分飾技術的 那這份工作呢 除了工作的時間很長之外 然後做雜事很多之外 我覺得讓我覺得很困擾的地方是 我有時候真的聽不懂客人在說什麼 有一次有個客人在看拖鞋 然後他就一直捏一直捏一直捏那個拖鞋 我心想人類是一個那麼需要觸覺 才能知道那個是什麼東西 這種動物嗎 一直捏一直捏 這個時候他就問了我一個問題 欸那個小姐 你們拖鞋的材質是海綿體嗎 海綿就海綿 你們是加個體字幹嘛 整個意思都不一樣了欸 好 你沒有吃過豬肉 你應該也看過豬走路吧 你沒有吃過海綿體 你應該也看過海綿體吧 好吧可能有些狀況 你看到他的時候 不得不就已經要吃他了 謝謝大家 不過說到海綿體這件事情 大家知道帥的男生那邊都很小嗎 真的真的 大家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是有看過新聞報導 是報導過這件事情的 他說長得很俊俏的男生 或是皮膚很白皙的男生 那邊都很小 然後他新聞畫面一直在播解尼斯 我想說 解尼斯也沒有提告 也沒有提出抗議 是不是在末日他們家的藝人都很小 所以奉勸大家 如果之後要交男朋友的話 如果對方長得很帥的話 就要三思 像我的前男友都超醜的 醜得我非常非常的滿意 不過我們分手了啦 然後我也單身了一陣子 所以我最近開始約會了 不過因為真的太久沒有約會了 所以有些狀況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比如說兩個人要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然後他在等我下班 在公司樓下等我 這時候走在去找他那個路上的時候 就好緊張心跳好快喔 有時候他就說 我剛剛好緊張心跳好快喔 你也是嗎 對啊我也是我好緊張喔 因為我車停在紅線 我覺得人生真的滿難的啦 那像是有些狀況 例如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比如說兩個人一起吃飯 然後喝了一點小酒之後 然後兩個人喝到有一點狀態的時候 然後對方眼神深邃的看著我說 要去你家還是去我家 像這種時候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欸 那個 我家很髒很舊了 而且我有養狗 牠摸亂尿尿很臭 而且客廳有我爺爺奶奶一照 想像一下喔 兩個人在客廳 然後準備要親親我我的時候 背後是爺爺奶奶慈祥的目光 或者是太尷尬了沒有話題 這是我奶奶 從小是他帶我長大的 他還有糖尿病 超尷尬超尷尬的 不過為了約會這件事情 我最近也做了一些改變 我最近去做蜜辣除毛 就是把這邊用的很乾淨 想說有一天會見人的嘛 先打理一下自己的門面 那 可能有一些人沒有辦法想像 那邊除完毛之後會長什麼樣子 如果具體一點形容的話 大家有看過一個卡通叫小當家嗎 就是一個卡通 然後食物裡面會噴龍噴鳳的那個卡通 對 有一集叫做黃金開口笑 就是有個包子 然後有一條鳳鳳會 好笑的東西 他現在就是黃金開口笑 我覺得我夾緊一點 好不然我怕他笑太大的時候 你們會聽到 我之前講這個笑話的時候 有人要建議我說 不要講這個 要本土的話講掛包啊 我覺得萬萬不可以 大家想像要掛包那個口 有多鬆 而且裡面還有香菜 那個味道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接受的 好嗎 更過分的是裡面那塊扣碼 有多黑 我覺得這種萬萬不可以 這樣形容女生真的太不尊重 太不尊重了 謝謝大家 我是馬鈴魚今天講編 再給馬鈴魚掌聲 我這兩個月不會再吃包包 不會不會絕對不吃 好那一樣幫馬鈴魚評分 好那接下來我們請評審掌評 小田的那個經驗值 還是對他有很大的幫助 哪方面的經驗值 表演的經驗值 不會在這時候講出來吧 看起來是很很穩定的 在推進自己的笑點 是 那唯一如果少一點的話 就是他有幾個地方 有機會把它讓觀眾爆開 但是他太冷靜了太平了 那這個是稍微 等於是脫口秀方面的經驗值 有機會再可以再繼續這樣子 好 我覺得 基本上笑點嘛 然後笑 笑話的結構方面都還不錯 我覺得最大的缺點是 可能真的太緊張了 你的嗯啊啊啊啊啊啊 那種有點太多 如果有機會去看一下自己的錄影 應該會發現 就是每一句話出來 就會 嗯 呃 啊 就是這種東西 聽久之後 就會讓 讓聽眾會有點煩躁 對 但是 我也在 但是我覺得很多的那個 設定的那種情節 那種畫面 是很棒的 會讓觀眾會心 就是會有 catch到那個畫面之後 會整個噴發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好的 我覺得我有點太緊張了 所以就像剛剛評審講的 就是有一些東西做的真的比較平一點點 因為我這次抽到很後面 所以我在後面真的已經快 我覺得他們講的很有道理 這一次是我拿之前的段子 然後來精華的 希望可以 應該可以吧 我找了很多朋友來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今天最後一位 最後一位的參賽者 他已經等了非常久 非常辛苦 不過我跟大家講 他有個非常中心的外表 但是他裡面有顆少女心 他說他想跟大家分享幽默的觀點 讓我們掌聲歡迎 睿睿 嗨 大家好 我是睿睿 就是覺得還滿興奮的 因為可以跟很多 看到有很多就是 講脫口秀的前輩們 大家都在這個比賽裡面 可以認識 然後也想要 盡量讓大家可以 就是多多認識到我這樣子 畢竟我長得那麼可愛 所以 突然忘記他要什麼名字 學人的 學人的段子還滿不錯的 就是近況取近的很快 覺得 而且我跟你說一個討厭的事情 我之前就有問他說 你要不要參加比賽 他跟我說不要 我不會參加比賽 這故事告訴大家一件事 男人的話不可信 我今天這個服裝非常的特別 因為我那時候買他的原因 就是他不但遮胸部還可以遮肚子 對 那大概就是我僅有 比較 穿得出門的衣服 你知道身為女同事 我不是很 有很多機會拿棒狀 五歲我不太知道 拿的高度大概是要在哪 大家好 我是瑞瑞 我今天說到13號的時候我就有一個感覺就是 我果然是壓軸的衣服 大家好 我是瑞瑞 在開始講之前呢 我有件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怕你們看不出來 人家是女生 人家是女生 怎樣 有意見嗎 有意見嗎 人家是女同志 OK 很明顯了齁 相信大家眼睛都非常的雪亮 那其實我個人是很慶幸我自己是女同志的啦 因為我曾經在想說如果我今天當我年過六十 事業有成 沒結婚還養貓 然後我剪了一個到這邊的短髮 加上我近視我又戴了眼鏡 剛好我又有防彈的奧迪車 剛好我又請了保鏢 也在中正區上班 這樣別人也會認為我是同性戀 而且我思考了一個像 思考了一個面向 你們有沒有想過一個男生 就算年過六十 有個姓金的好朋友 以前好像也在中正區上班 好像也會被當成是同性戀 所以我不太能理解 為什麼那麼多人搶著要去當同性戀這件事 而且講到這件事情啊 我就在想 就是很多男生 就是其實看到女同志 都會很羨慕女同志 那我自己覺得說羨慕 有一點是那種很客氣很委婉的說法 那如果講簡單一點直接一點就是 很賭籃 很賭籃同志 很賭籃踢 尤其像我這樣 因為你們喜歡的女生旁邊 都會有一個像我這樣子什麼 女生好朋友 女生好閨蜜 女生好同學 還有女生好旅伴 我們都是女生嘛 然後男生都會覺得 欸我跟你講這個T不單純 因為當你們打量你喜歡女生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個T跟你的表情是同一個陣線 我今天要鄭重澄清這件事 我們就是單純的好朋友 就是單純的我也很想把她的朋友 很單純的 很單純 可是我覺得這種事情 不覺得競爭要公平嗎 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覺得 當我們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時候 我都會把機會留給男生 因為我覺得他們好辛苦 好努力 需要的是時間 跟他們喜歡的女生相處 那到了晚上 我再幫你跟喜歡的女生一起睡 欸 因為男生女生要分房睡嘛 對不對 所以白天我幫你製造機會 晚上我再來幫你睡 You're welcome 而且我之前有一個男生的朋友 就跑來問我說 他說欸 瑞 你們都說那種T很會把妹 你可不可以傳授我幾招 我說OK 沒問題小事 那不然我們先問一個基本的問題好了 女生最重要的節日有三大 請問是哪 三大節日 他看著我非常興奮 他就跟我說我知道我知道 春節中午跟端秋 我說喔 OK 所以你端午節的時候 你就會去跑去買男步驟 然後送給你喜歡的女生 說欸 Baby這是男步驟送給你 然後女生收到的時候就 蛤 你怎麼知道人家最喜歡吃男步驟 你男步驟啦 Baby人家好愛你喔 活該你沒有女朋友 而且最近大家都知道要大選了吧 要買車票啊什麼的 身為台北人我沒有這個困擾 但其實大家還是要買車票 那 我覺得大選這件事情呢 其實是非常適合出櫃的好時機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家的故事好了 我父親是一個退伍軍人 那藍色是他最溫暖的顏色 那天我就跟我爸在客廳 看著他最喜歡的大陸巡棋 看著看著呢我就跟我爸說 爸 我要投給蔡英文 然後呢我爸就看著我說 什麼啊 不好意思我爸外省人 什麼啊 你傻啊 我說沒有爸 因為我是同性戀嘛 所以我投給蔡英文 我說什麼啊 你同性戀啊 那不重要啊 你告訴我你的投給誰啊 我嚇到我真的嚇到 我就跟我爸說 等一下等一下再說一次 我是同性戀 我會跟女生交往 沒關係那不重要 所以我是同性戀 不重要 那投給蔡英文 不可以 那如果我跟蔡英文交往 那這個 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 於是我就這樣出櫃成功了 分享給大家 謝謝大家 我是瑞瑞 好 謝謝瑞瑞掌聲 好剛剛有提到反商投票的事情 就是明天開始搶票 大家要記得喔 要努力搶票 不然投票機會越來越少了 先請評審送出之後 我們再請評審講評 好了 瑞瑞 那個 一向的表現都是蠻穩定 然後今天表現蠻大氣的 除了一些少數的一些 小錯誤 但是 那個 俠不掩餘 是 然後 所以 結束的結束還不錯 恭喜瑞瑞 恭喜瑞瑞 好 我覺得瑞瑞 我覺得 瑞瑞 我覺得他可以再多善用一點自己的特色跟優勢 對 就是一個帥踢在台上講 誰想帥踢可以喔 謝謝 很好 一個帥踢在台上 如果你可以 當然 有時候這種標籤的東西 如果你是一個長期的表演的話 你如果一直在消費自己的一些標籤 我覺得這個不太好 但是在這種短期的比賽裡面 就是大量的去 用自己一些標籤去 讓觀眾迅速的跟自己建立起這種認知的話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我覺得可以再多一點 這方面可以再多一點 然後今天比較可惜的是 有一些文本上面的東西 就變得有點黏 有點拖沓 就是你明明可以一句話講完的punch 你可能會分到兩句 或者是這個punch名已經過了 你後面又再補了一次 就那個感覺沒有這麼乾淨 我覺得這點稍微可惜一點 但是整體上表現來講 我覺得表演的氣場上面是不錯的 我覺得我今天表現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 有好好的把自己要講的東西講完 以及我就是平常表演出了名的 忘詞王 我今天沒有忘詞 我覺得我這點很驕傲 曹哥講的東西 我都非常的感同身受 也是 之後也會一直精進努力的目標 盡量減少碎詞 然後趕快進punch這樣子 對 這我第一次參加脫口秀比賽 我到現在還在抖 久安 因為久安那時候 我有來看Open Mile 有聽到她的本 然後我那時候聽到的時候覺得 Holy shit 這個人家伙的文本也太強了吧 那她真希望我有奶 她表演最強的你知道是什麼嗎 是她胸前的波濤洶湧 那個部分真的會讓人家有些時候就覺得 欸 這邊有點聽不太懂 不過我看得懂 我覺得我下次考慮一下 這個服裝的部分 有一些深度的露出 對 我覺得今天的表現 就是蠻多 蠻多表演者 因為我之前都看過表演 然後今天表現的 有幾個出乎我意料之外 當然也有幾個就是那種 看起來像是冠軍候選人啊 就是有點 有點惹惨啦 但是不見得啦 就是你知道比賽幾起伏伏啊 好啦 不要霸凌參賽者 對 然後 然後呢 我必須要 我想替這個比賽說一句另外的話 是 我們今天這個出賽 是我當評審 是 我跟Social當評審 然後大可愛當主持人 明天呢 我這個角色會換成黃小胖 然後到了決賽的時候 決賽不得了 決賽換成博恩跟呱吉 主持人換成黃豪平 大家感覺得出來這種差異嗎 就決賽的時候基本上是全配 我們現在這個是低配 至於那些沒有辦法來當評審的人 大家不配 大家可能沒有看到我們的熔熔在這邊 熔熔在那邊 熔熔在那邊 沒有這個比賽不配熔熔 配不上這麼low的比賽 那我希望大家努力 各位年輕的這個參賽者 努力一點 我們以後 每一個人把熔熔當作目標 一個一個來幹掉他 好嗎 好 好 他幹的時候年輕的參賽者 大部分都比他老了 喜劇之力 講的是喜劇之力 今天老實講 因為他們基本上 除了其中有一兩個人 我比較少看 基本上 老實講我都已經看到爛了 那 講難聽一點 說讓我很surprise 其實沒有 但是 有沒有達到他們一定的水準 其實大部分人都已經達到水準 也是滿欣慰的這樣子 關於血本這方面 都是天分 我不知道 因為對我來講 我其實一路上 就算我去說相聲 然後接下來說脫口秀 一路上其實我並沒有受到過 什麼正規的笑話訓練 那 一路上來講 基本上我都是 一直聽 我大量的樂聽 然後去 感覺別人的笑話裡面 它的結構大概講什麼樣子 然後 我自己在 心中會建立一個 對於笑話的sense 那 當我今天的 我自己寫的東西 到達了我這個sense的標準之後 我才會覺得它 合格 然後願意給觀眾看 對我覺得這個是我自己的學習方法 那 很多的 表演者可能會希望說 你可以告訴我說 怎麼樣去寫笑話 這個笑話的結構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這比較合理 但我覺得 我覺得 呃 與其說我今天 給你一個 呃 給你一個 很沉悶的這種笑話 笑話的結構式 那不如說你今天 多聽五段十段 甚至上百段的笑話去 慢慢建立你自己 呃 心中的sense 這樣子你再去回到理論上 去分解這些笑話的時候 你才會有 那些案例可以去比對 這樣子的話 你在進步上面會比較快一點 最驚豔的 其實應該算是 Michael 因為我之前 我在剛剛講評的時候講過 就 他大概在半年之前 我覺得他是一個 完全不合格的 的表演者 然後 甚至他在台上講完之後 一下來 我就真的 我真的是 算有點算臭罵 我就不懂你為什麼要 一直重複一些失敗的東西 那他在那一次的經驗之後 其實我們看到他 其實成長得非常迅速 就大概在兩個月之後 我重新看到他的表演的時候 我就哇 Michael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那他今天的表現 我覺得又更進了一步 他其實一上台的時候 他有他的狀態在 但是他的狀態 並不會去影響到他的段子 甚至他的狀態很 恰如其分地融在了他的段子裡面 讓他的段子加了很多的分數 你如果把文本重新再理順 然後 你只是看文本的話 其實你完全感受不出來 有什麼樂趣 文本方面的分數 其實對我來講不高的 但是 配合上他的狀態 反而會突然變得相當的合理 然後也讓觀眾非常的喜 非常的接受 我覺得這一次 非常讓我驚豔 今天其實 就是大家都是在OpenMine 非常常見的一些朋友們 所以今天有些人表現比較失常 有些人也超乎想像 其實對我來說 都有一個他們的基準值 其實都沒有脫離想像太多 不過有些特別亮眼的 就是最後都脫穎而出了 就是成為今天看到的 近期的這些朋友們這樣子 我個人是覺得 就是你講脫球 也不是為了只有今天比賽 我們就是繼續會講下去嘛 那比賽只是提供一個 檢驗你的方式 那知道觀眾跟評審會怎麼看你 要不要參考 我覺得都是看你們自己 因為最後我們都是 給自己站上台 別人的建議 不一定能夠帶上台 對你有任何反應 除非你自己願意改變它 我覺得我們能做的 包括我自己能做的 就是繼續講下去 我覺得這個就是 對於今天比賽之後 最好的建議 就是繼續講下去 算是表現得還滿可圈可點的 表現得可圈可點啦 不過但是他的表現 對我來講是可圈可點啦 而且每次看 每一次 我直接也可以用 Wonderful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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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